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美剧X的第七集的第十四集 《窃贼》 韦德一生有个幸福的大家庭 妻子非常贤惠温柔 女儿也漂亮懂事 一家人住在宽敞豪华的大宅子内 她因为高超的医术以及高尚的医德终于获得了保奖 一家人刚参加完她的庆功宴 岳父提议大好的日子应当合影留念 合影完毕,韦德一生主动提出让岳父在家留宿 深夜,医生和妻子已经入睡 岳父掀开被子,却发现床上有个泥土铺陈的人形 突然一名丑陋的男子出现在他的身后 幻面一转,韦德一世和妻子被警报声吵醒 他下楼查看,却见岳父被切断了喉咙 吊死在了大厅 地上都是鲜血,惊魂未定的医生打开灯 看见墙上用鲜血写了几个字母 THEEF 天一亮目的和丹娜赶到案发现场 墙上的字母THEEF让二人摸不着头脑 经过讨论,他们认为有可能是拼写错误 真正的单词应该是ZEEF 也就是窃贼的意思 现场看起来像是自杀 然而韦德一生的岳父性格非常好 根本没有自杀动机 穆德在岳父的床上发现了那堆泥土 即便是已经散开 也能依稀看出是一个小人的印记 穆德认为这是一起通过巫术和诅诈制造的凶杀案 韦德一生说岳父为人和善 从不会树敌也没有仇家 穆德提出墙上的辱骂单词窃贼 如果不是针对岳父 那就很有可能是针对韦德一生的 女儿提出了不同意见 她认为父亲人品高尚 不可能做出偷鸡摸狗的事情 画面一转在一处老旧的公寓 房东太太敲响了住客皮蒂的家门 原来她怀疑皮蒂在公寓内做饭 这是她所不允许的 阴森的皮蒂否认在烹饪 她看出房东太太颈椎不太好 还主动送给房东太太一些膏药 皮蒂关上家门继续忙自己的事 桌上的物件可以看出 她是一名巫师 她正在认真地缝制巫骨娃娃 边上还放着一个正在上吊的娃娃 这与韦德一生的岳父死状相符 由此可以看出她就是凶手 丹娜为岳父做了事件 原来岳父感染了骷髅病 这是一种会让人痴呆 瘫痪和神经异常的疾病 患者多在患病后 三到六个月之内死亡 患疑的是这种病已经不存在了 丹娜认为 也许这是因为感染了这种病 才会让岳父神经失常 最终导致自杀 穆德却认为这种病是巫术导致的 画面转到韦德一生的家中 妻子发现那张全家福不见了 韦德一生猜想可能是警方拿走了 并未太在意 然而他们不知道偷取照片的 这是巫师皮弟 他正躲藏在一生的家中 将合影中妻子的照片剪下 单独放进了娃娃里 并加入了一根妻子的头发 韦德一生准备入睡 却在床上发现了尘土铺陈的小人 紧接着他的妻子就晕了过去 皮肤开始冒出窗口 皮弟正在院子内拿着娃娃做法 他的周身围绕着一层诡异的光晕 经检测 一生的妻子感染了一种古老罕见的皮肤病 穆德和丹娜赶到医院 穆德试图让医生相信 他妻子的病是巫术造成的 然而医生信奉科学 丝毫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说法 医生回到办公室 他发现妻子的核瓷 共振片子里全是窃贼的字样 皮弟也终于现身 医生询问皮弟 自己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皮弟说了一个名字 耐特 皮弟让医生好好回忆 随后就离开了医院 但是医生将耐特这个名字 输进数据库 却是查无此人 当时最近两年内 他曾接诊过三个女性无名士 其中一名女伤者在两年前死去 而她的营物上也写着 窃贼这个单词 穆德带着床上的尘土 找到了一名巫婆 巫婆看了一眼就知道 这是诅咒用的尘土 她还拿出了巫骨娃娃 并称者将受害者照片和头发 放进娃娃 再使用尘土施加诅 就能让受害者患上罕见病 这是高级巫师才能做到的 前提是她有一个黑暗的能量源 能够让她源源不断汲取能量 这就类似于我们中国老电影中出现的酱头 当天晚上皮特舍在医院 他不会用自动贩卖机 也没见过微波炉 在前谈医生的指导下 他用微波炉热了一袋爆米花 随后拿出了韦德医生妻子的娃娃 放进微波炉加热 与此同时 医生妻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看样子缓解了不少 他正要被送进机器做检测 随着微波炉的运转 机器内的妻子也开始冒烟 医生赶紧关闭了机器 然而妻子已经变成了一堆焦炭 皮特从微波炉中拿出了妻子的娃娃 露出了胜利者的表情 这次韦德医生终于相信了巫术的存在 他向穆德和丹娜坦白 昨晚上碰到了皮特 而皮特说的那个名字奈特 是他去年接诊的一位伤者 当时伤者被公交车撵过 他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表明身份的东西 也没有亲人的联系方式 所有人都知道伤重的奈特没救了 由于当时伤者过多 大家都忙得焦头烂额 韦德医生不仁看着奈特挣扎 就给他打了止痛的马飞 最终看着他死去 穆德说这个奈特一定是皮特的女儿 皮特认为韦德医生害死了女儿 所以要一抱还一抱杀了韦德医生全家 巫婆曾说强大的务师需要从源头汲取能量 穆德相信皮特的女儿奈特就是能量的源头 丹娜说奈特没有出身证明和身份证号码 他的父亲皮特甚至拒绝为女儿接种育苗 随后他们挖开了奈特的墓地 却发现棺材是空的 画面一转房东太太来向皮特讨要治疗颈椎的膏药 然而皮特并不在家 多时的房东太太居然私自打开了皮特的家门 原来皮特一直将女儿的尸骨带在身边 以便他能够源源不断的汲取能量 房东太太发现了这个秘密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就送你一起去死吧 穆德和戴娜认为皮特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将韦德医生和他的女儿转移到了其他地方秘密保护 随后穆德在电视上看见了房东太太死于罕见皮肤病的新闻 直接告诉他这一定是巫师所为 他立即带人追查到了皮特的家中 皮特早已逃走 而他为了不丢失能量 居然还带走了女儿的头颅 戴娜将韦德医生和他的女儿安置在了一间偏僻的木屋 而皮特也跟踪他们来到了这里 他砸开了戴娜的车玻璃 从车中取走了他的FBI证件和一缕头发 包在了乌骨娃娃里 随后往娃娃的眼睛上扎了两根钉子 戴娜瞬间就吓了 皮特闯入小木屋 失明的戴娜无法招架 只能任由皮特抢走了他的配枪 韦德医生抱着女儿蜷缩在一起 韦德医生说当时他已经用尽全力抢救皮特的女儿 最终无力回天 只能用马飞帮他减心痛苦 皮特却斥责医生无能 要是他在场就能救回女儿 可关键时刻你在哪呢 他可不管这么多 皮特将尖刀扎进了小人的心口 韦德医生立即捂着胸口痛苦倒地 即便如此 他都使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女儿 一旁失明的戴娜还在跌跌撞撞慢慢摸索 与此同时 穆德也赶到了木屋外 他发现了戴娜被砸碎的车窗 以及眼睛上插着钉子的娃娃 屋内情况紧急 眼看着韦德医生危在旦夕 丹娜突然恢复了势力 一枪打死了皮特 木德来到屋内 他给丹娜展示了捡到的娃娃 皮特因为重伤陷入昏迷 丹娜说作为一名医生 在伤者没有存活可能 又极度痛苦的情况下 也许他也会选择韦德医生的做法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一的 然而很多父母没有明白 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而不是父母的附属品 你习惯的生活方式未必是孩子喜欢的 韦德医生和皮特选择了 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 可以看出韦德医生的女儿 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 他有个开明的父亲 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也使得他有更开阔的眼界 反之皮特对女儿的呵护 可以说是病态 没有出身证明和身份证号 拒绝为他接种任何疫苗 他口口声声说自己能够救回女儿 可关键时刻你在哪呢 要不是你为女儿选择这种 近乎原始人的生存方式 医院会联系不上你吗 你女儿至于被当成无名士 孤单单埋在远离家乡的目的吗 皮地才是造成一切悲剧的源头 一个连单词都不会拼的父亲 却强迫女儿和他一样成为无知的人 而他却从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种家庭中成长的孩子 可见平时没少被灌输畸形的思想 欲试从不反省自己 而把责任全部推在别人的身上 这种人是极度自私和负能量的 他们也在时时刻刻影响着身边人的三观 所以生活中遇到这类人一定要远离 搞不好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我可乐三连殷殷殷殷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